自己要做一輩子的人 但我都藉著我的努力去找到 我自己有44次想看的經歷 單對單 我自己的經歷就能幫到你 你跟我談一談吧 我可以幫到你 有一種幸福叫主動 大律師公會就前晚發表了一個操持強硬的聲明 去回應這個人大通過一地兩檢的合作協議之後 一直都沒見到一個特區政府官員現身去解釋或者反撥 其實自從人大常委通過了這件事之後 都沒有任何一個特區官員出來 除了開完一會之後 講過任何的說話 在昨晚黃昏的時候 用香港特區政府的名言 發表了一個2000字的聲明 回應 現在坊間包括大律師公會 對於一地兩檢的法律基礎質疑 但如果你看完這個2000字的內容之後 你會發覺 他除了 都是 去引述李菲、張曉明 裡面那些 說的內容 有些英武學士的味道之外 是沒有任何對於大律師公會也好 對於這個石永泰也好 這個陳文敏也好 提出來的質疑 做一些法律上的回應 可以這樣說 整個回應或者那個反駁 可以這樣說是完全軟弱無力的 那個聲明的部分其實就總共加起來 你看到大概有三點 第一點就是老生常談的事情 尊重憲法基本法 一國兩制基礎上面 特區和內地用三步走的方式的落石一地兩檢 特區政府是說 絕對不存在為了做好事情而藐視憲法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情況 絕對不存在 又是那種措施絕對不存在 客觀看到 你說為了做這件事所謂好事情你眼中的好事情 中央政府眼中的好事情你就 根本完全不按照這個法理 去做事嘛你說什麼絕對不存在呢 他沒有反駁 然後第二點的聲明就這樣說 他說 人大常委 一地兩檢決定本身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就決定所作的說明 都有解索 有關決定的 法理基礎 例如 李菲就說在決定通過之後 舉行新聞法會表裡面 這個法理基礎上一部說明 不同人事對決定 即是說人大常委的決定 背後的法律基礎你具有各自的看法可以理解但是不代表決定 沒有法律基礎 這個聲明 你會覺得很好笑 即是說李菲說有 張曉明說有 就有 你們不同意的意思而已 你們不同意 就不代表他沒有 不同人有不同意見在法律上 是容易理解而已 你們有不同意見而已不是代表沒有 你可以說清楚法律基礎在哪裡 法理基礎在哪裡 為什麼是不會違反基礎法第18條 就是說 全國政法律一旦要在香港實施的話 一定要放在附件3然後有本地立法 為什麼說沒有違反呢 為什麼你不說清楚呢 聲明的第三點 有人質疑 違反基礎法第18條 附件3之外的全國政法律不適用於香港 他說 不是吧一地兩檢是不會違反基礎法第18條 原因就是一地兩檢 全國政法律只是實施於 西九龍站裡面的內地口岸區 適用的主要的對象呢 是內地口岸區的高鐵乘客 西九站內地口岸區將被視為處於內地 因此法律上面基礎法第18條 就不再適用了 說了一萬次的這個說法 說了一萬次 一萬次的意思就是什麼 你無緣無故找到一個地方出來 說這個就叫做內地口岸區或者叫做內地城市或者叫做內地司法管理區又說這個叫做內地 於是基本法 就不就適用了 所以在這裏實行全國政法律 就不會違反基本法第18條 你說了 公是你贏制我輸 是不是 你說了 就是說你只要人大常委說這個地方 是內地口岸區 是內地司法管理區 是內地城市 是內地的地方 你就可以實行這個 所以 你看到陳文敏也好或者其他大律師公會都講得很清楚 除這個 中心法院以外或者除這個高等法院以外 全部都是內地口岸區 他都沒有違反基本法因為這個不是全香港 實行內地口岸區或者不是全香港變成內地口岸城市 這一個地方 還是香港 這個小地方或者九龍 尖沙咀 這個旺角或者新界某個地方大埔沙田 仍然是香港管理 內地法律實行在其他地方於是都沒有違反基本法 又是你說了 他也不點名去批評大律師公會 陳文敏石永泰 他說 大律師公會是這樣說的 凡是人大常委所說符合就是符合 甚至有意見認為是人治 聲明這樣說的 每一個制度下必會 也必須有一個最高最終權力機關 在國兩制下 香港特區依據基本法享有高度自治 也必須尊重國家憲法和全國人大常委 在國家憲制的地位和權力 過程中完全符合國家憲制的程序 不是 亦非有意見說 決定是只為行政決定 不是某些人說了算 更不是人治 或者落實基本法的倒退 他這些所謂說不是什麼不是什麼不是什麼呢 其實他沒有說 是什麼 為什麼 你沒有一個很具體的法律 條文 基本法的條文 去 去解釋 去這個作為一個法律基礎 是給你賦予 是可以真的將一個地方 畫了出來 然後 告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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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就是內地的地方 於是 這個內地的地方 就可以實行內地的法律 這個法律基礎在哪裡 到今天 到今天 仍然是 在基本法裡面 我們完全找不到 但是人大的決定 就是告訴我們 人大說是就是 人大的決定就是法律 我昨天有說過 人大的決定 就變成為香港立了法 同時為香港釋賣法 即是說 你要用香港的 這個普通法的程序 去做挑戰 對不起 絕對行不了 絕對不會成功 他就 覺得這樣的話 是一種浸就是法律 朕 說什麼就什麼 朕就說了算 這種情況 其實在大陸 老老實實 大陸也不行 你不要告訴我 好像梁愛斯說 香港的大律師 不懂 中國憲法 他認識多一點 我稍後再說梁愛斯的筆 等於解決到問題 連大陸 都要假假地 通過一個人大常委的橡皮圖 將他舉手 是不是 好了 你說大陸就行 大陸可以這樣做 大陸用一些決定 行政的決定 當是法律實施 人家都可能會 人家都可能會有不同意 人家都可能會挑戰你 當然你可以用強硬的手段 你說人大通過了就是法律 於是你就可以抓人 但問題就是 一國兩制 你今天還在名義上 假假地 炸家衣 還有一國兩制 如果一國兩制的時候 香港的法律 和大陸的法律是不同的 你強硬把大陸那一套方式 應用來香港 其實那個所謂受到挑戰 或者受到質疑的原因就是這裏 雖然可能最後的挑戰或者質疑 最後都是無功而回的 但有一點是很重要的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 香港仍然是中國 走向世界的一個很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 那個遊戲規則 我們還有一套 立法的制度還有一個司法的制度還有一套行政的制度 是被外國的投資者也好 或者被外國的國際社會是認可的 今天你這個做法 是將香港的司法制度香港的立法制度香港行政的 程序 全面打爛了的話 你做多一次 會不會做第二次會不會做 第三次 法律就是這樣的意思 規矩就是這樣的意思 規矩就是用來遵守的 有些人說規矩就是用來 破壞的 我不同意 規矩用來破壞的話 那些人看在眼裡 別人就拜拜 不跟你玩個遊戲 你說跟你簽了合約 你是用來破壞的 有什麼用呢 大家 會有很多的聯想 或者有很多推想 我經常都舉這個例子 如果你人大 可以做了一個決定為香港立法 適合法的話 決定立法適法一條龍的話 人家會懷疑你香港的法院 第二天還能不能夠 是 公正地獨立地去審判的 就是我不要說什麼政治 我經常都說如果兩間公司 一家是國企 一家是美國的公司 或者是歐洲的公司 香港打官司 那個國企呢 就說明說對不起 我是不會拿我的公司的帳目給你看 因為那些是國家機密 試過的 香港 會計那些不給你 那些帳目不能給你看 這是國家機密 香港法院說對不起 是不行的 而且你當然香港法院都要尋求國務院 這個講法是不是國家機密 國務院都說不是 對不起 是可以 在法院那裏公佈 你可以看的 如果國務院說是國家機密 你說是國家機密的話 別人不跟你做生意 很簡單 一單就玩完了 你就隨隨便便說 為什麼國務院說國安國企不是國家機密 原因就是 人家繼續跟你做生意 是要按著遊戲規則做嘛 你今天 就很明顯 一下就打殘遊戲規則 人家在香港 還有沒有人信你 還有沒有人去 毫無擔憂地 無後顧之憂地 跟你合作呢 跟你做生意 錢呢 是很現實的東西 是可以一窩蜂一晚就會走 如果你 仍然是靠香港的話 你說一天不靠香港 一天不靠香港 你自己再想吧 我經常說你要做國際城市 一點很重要的就是法治 你沒有法治怎麼做國際城市 你看大陸搞那麼多自由貿易區 前海、後海、東海、南海、北海 搞那麼多東西 是不是可以做成 變成一個國際的 金融中心 很明顯是不行 為什麼不行 因為法治不行 你自己法治不行 未建立起來 你就要破壞香港法治 你想想 其實你是不是 在做 自我毀滅的 一個過程 大家不要覺得 我沒有 我沒有你辦法了 我奈你不何了 你惡了 於是我就舉手投學 但如果你細心分析 中國 大陸 對於香港 的利用 即是香港的利用價值 依然繼續 存在的時候 他就不像蠻牛 衝進來 把瓷器 全部撞爛了 我日子 原來去年 10月開始 這個channel 深夕口快 這個channel 已經放了 YouTube 到現在 不經不覺 一年 一周年 我在這裏 衷心感謝 我們各位 觀眾聽眾 對我的支持 大概三個月之前 我在這裏呼籲大家 有個月定的計劃 用實質支持我 反應是 良好的 亦都反映到 香港的市民 甚至是 本來是香港人 不過移居了去世界各地的人 香港市民 其實都仍然是深 深係香港 他們在海外 都是 很支持我 亦都是 恆常地去上去這個channel那裏 看我對香港的一些時事的分析 當然有了大家的實質支持 我就繼續做下去的動力 大了很多 這個支持我希望 不會間斷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我 有很多種方法 包括 用一個月定計劃 你去這個網址 這個是我的blog 你去到 最好用一個網絡版 看到 用PayPal的月定方法 你說我不想月定 我想一次過 你用PayPal 可以 一次過 這樣 通過這個PayPal 去支持我 這個方法 亦都可以 另外當然你亦都可以 入我的銀行戶口 把 支票也好 其他的方式入我的銀行戶口 我都是相當歡迎的 如果你想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 你可以通過Facebook PM我 還有一個方法 很多人都這樣做的 就是 寫 滑線支票 抬頭寫我的中文或者英文名 寄去 以下這個地址 我都會收到 我在這裡就希望大家 一年了 繼續支持我 希望我亦都有一個動力 繼續 做這個 深藉口快的channel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環境 香港的形勢 香港的言論自由 其實是越來越惡劣的 我是 盡我少許的勉力 希望 在香港 仍然留在香港的 或者是移居了海外的 香港人 對於香港的情況 是有一個 不同的了解和分析的角度 希望大家可以 通過不同的角度 令到自己的頭腦清醒一點 然後做一個 明智的決定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